他们让我相信了爱真的能够跨越火海 根据澎湃新闻12月23号的报道 重度烧伤消防员刘潘女友官宣怀孕 并且晒出了宝宝的思维照片 他写道 虽然爸爸缺席了孕期的每一次产检 但是爸爸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 时间回到2022年10月湖南新田的一场森林大火 令10元的消防员刘潘全身93%的烧伤 为了保住性命多次手术 甚至不得不双手截肢 外星的是刘潘在昏迷50多天以后 ICU抢救100多天以后终于转为伟安 期间其女友不离不弃 陪伴在刘潘的左右 鼓励她积极的进行康复治疗 女友曾经在采访中坚定的说到 面容和肢体回不去了 但是我们会越来越好 当时只到失去寻常的加油打气 毕竟在关键时刻 普通人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非常难得了 没想到我们还是低估了女孩的勇气 以及对刘潘这份深沉的爱意 怀孕以后女孩说 爸爸没有手也无所谓 未来我可以和娃娃当他的手 是啊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未来就充满希望 刘潘用爱战胜了无情伤火的伤痛 女孩用爱打破了流言蜚语的恶意 他们俩用爱铸造了一个温暖的家 这份勇气值得敬意 我们祝愿刘潘一家后面的生活 只剩幸福